内蒙古一女大学生陷落贷套路,反被勒索8000多元。 去年8月,19岁的小玲考入大学。 入学后不久,小玲就想换一部新的手机,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。 小玲就想着先借钱买手机,然后从每月的生活费中节约出钱来还账。 于是她就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贷款公司。 没想到,这次借贷成为了小玲持续至今的噩梦。 对方称是网贷公司放款员,并发来了小玲的照片,然后让小玲还款,并威胁不还款就将小玲的照片公布出来。 不到半年的时间,小玲陆陆续续向对方转账8000多元,但是对方并不满足,并一直持续不断地威胁小玲,让她的学习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 由于王某怀孕,生活开销俱增,于是邢某就假借放款员身份以及通过骗取和购买得来的三个微信号。 用受害人小玲的照片为要挟,在网络上变换身份向其索要钱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